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物质在动物实验过程中证实具有一定的致癌作用 但是在人体实验中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其致癌性 换句话说 并没有明确的实验结果证实丙息先案会对人体致癌 此外 炒菜食用来呛锅调味的那一些葱末 就算产生了丙息鲜案 针对身体有致癌物 这么少的剂量也不会有多大负面效果 所以大家用大葱炒菜时也不用担心致癌 虽然大葱炒锅不会真的产生致癌物 不过餐桌上的下面三种食物真的会对身体致癌 一 餐桌上的这种食物会致癌 酒精酒精在体内90%以上是通过肝脏代谢的 其代谢产物及它所造成的肝细胞代谢温暖 是引起酒精性肝损伤的主因 长期酗酒人群患肝癌的概念 会比不喝酒的人高很多 二 餐桌上的这种食物会致癌 咸鱼2012年是为组织发布的致癌物清单中 咸鱼被明确判定为一类致癌物 因为咸鱼在脱水的过程中 会生成一些亚硝岸类的致癌物 三 餐桌上的这种食物会致癌 烧烤食物群烤类食品 从我们经常吃的烤肉 烤串 还有包括曲奇 面包 蛋糕 饼干等备烤食物 各位朋友 你炒菜时有用大葱炝锅的习惯吗 你觉得用大葱炝锅会有致癌物吗 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生活经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